好 市長 我們在談到這種天災地面之後 最可怕的是 它會把一個文明全部毀滅 之前談到麥希尼文明 也就是在史書有記載 大家懷疑它是真的還假的 沒想到考古找到 它也是毀於天災 對 保久我們講說 人類世界有一個青銅器時代 青銅器時代最精緻的文化在那裡 就是麥希尼文明 麥希尼文明它是屬於西納文明的一部分 古西納文明的一部分 它大概距離現在 3500年到3100年左右 3000多年前 3500年 對 那麥希尼文明之前 其實同樣這個地點 它在這個愛琴海的克里特島 在愛琴海克里特島 那這個麥希尼文明之前 同樣的這個地點 還有一個叫米諾斯文明 米諾斯那個牛 對 米諾斯 麥希尼一承襲這個米 它滅掉米諾斯以後承襲下來 是 那我們知道神話有時候跟歷史跟真實 有時候就是一線之隔 我們講說這神話 神話就是亂掰嘛 好聽啊 好玩啊 一大堆神魔鬼怪啊 不一定是這樣子 麥希尼文明當時其實有一個神話故事 在形容這個麥希尼跟米諾斯 是 它形容在這克里特島上面有一個王公 這個王公多多奇怪 他說這是一個迷宮 迷宮 迷宮 就是因為以前的一個米諾斯王 將近四千年前啦 米諾斯就是那個天神咒詩的孩子 對 咒詩的孩子 那因為他當時還沒當國王的時候 競爭嘛 神話裡面這麼寫 說要競爭 競爭王位的時候 他向海神迫賽東求助 那海神迫賽東是送給他說 我給你一個國王的 等於說一種真性的事物 就是他們喜歡 其他人最喜歡的公牛 而且是白色的 證明說你是天神降給你了 你才有這種資格當王位嘛 但你如果得到王位以後 你要把這個公牛殺掉來祭祀我 結果米諾斯後來真的當上國王 當上國王以後 他覺得這白色公牛太漂亮太可愛了 捨不得殺 捨不得殺 所以這個海神迫賽東就降罪給他 降一個詛咒給他 所以你生的孩子會變成 你的孩子又會變成那個牛頭人生的一個怪物 結果真的是他老婆 老婆去愛上一隻公牛 愛上一隻公牛 生的孩子就是一個牛頭人生 叫米諾桃 米諾桃生出來 這個米諾斯這個國王就覺得孩子見不得人 我就蓋了一個王宮 蓋了王宮 這個叫迷宮 把他藏在這個地下室裡面 你那個路繞來繞去 彎來彎去 你找不到這個王宮 好 那這個米諾斯把他兒子 就藏在地下室 做了一個迷宮 沒有人可以進軍的去了 而且他每年規定 這個雅典這邊 你要給我送 每年送七隊同籃同尼 去餵食這個怪物 那這個都是神話 後來就講演到什麼提休斯 去殺了這個陶洛斯 到迷宮裡面去殺了他 那這個神話大家講 這是神話 四千年前的神話 根本不存在 第一個這個迷宮不存在 第二個這個神話不存在 但是現實告訴我們 他是存在的 真的有迷宮 而且是一個非常高度文明的一個存在 當時你知道在1970年代左右 考古協家在特里特島 挖掘的時候 挖掘到這一個 這個文明其實也是毀滅 剛才講的 要不就地震 要不就海嘯 因為他是埋在一堆泥土底下的 埋在土裡面 對 挖掘出來 這個是空拍的 非常大規模 這個規模多大呢 五十個籃球場大小 兩公頃 四十八個籃球場 我們講五十個 那你看他這個 如果把它復原土起來 是這樣的一個復原土 很大的一片 而且你可以看到 以前早期就有到三層樓 到五層樓的那種高度的一個荒宮 而且還有地下室 還有地下室 那剛才講說 他是一個高度文明的一個地方 非常可怕的是 這個神話印證 因為在這個地下室裡面 它有很多迴廊 從你一層在地面上 你就走不進去 因為它是迴廊彎彎曲曲的 還有幾百個房間 你根本不曉得 是哪一個房間關人 所以真的是迷宮 對 迷宮 然後他在地下室 發現了三樣東西 三個房間很特別的 到現在考古之米 沒有辦法解的 一個表示他高度文明的是 那個房間裡面放那個陶翁 很大的陶翁 裡面有葡萄酒 有酒 有葡萄酒 還有橄欖油 早期 三千多年的葡萄酒 跟橄欖油 對 那另外一間是放以前打仗用的兵器 中間那一間最奇怪 中間那一間 一般來講 就是說我放金銀珠寶 它裡面真的很多 非常多的金銀珠寶 有五千多件 那那個問題是 這個金銀珠寶 裡面不曉得還有什麼東西 中間有空了一塊 那個東西不曉得什麼東西 比如說應該要放東西 但不見了 是空著 對 但是一邊是美酒加橄欖油 一邊是兵器 可是第三間居然是空著 空著 對 那很奇怪 這個房間很特別 跟所有房間不一樣 是這個房間是用鉛板隔離的 鉛板 對 牆壁裡面都有鉛板 我們只有造X光式 沒有錯 才要鉛板 習慣的地方就在這邊 為什麼古代的東西 牆壁有需要做鉛板 鉛板要不你防輻射 要不含X光不要讓它透視 你現在只有到X光的放射線式 才要鉛板 其他地方不需要鉛板 是啊 而且鉛板多重 對 它整片四面牆都是用鉛板牽進去 所以這是在考古學上 到現在一個迷 你沒有辦法去解釋 為什麼當時古代有需要用鉛板 真的要放鉛板 對 放鉛板 非常清楚 它讓我們想到什麼 那個阿茲特克那個亡靈大道 太陽神殿那邊 那個太陽金字塔跟月亮金字塔 太陽金字塔左邊不是有一個 有一個叫雲母神殿嗎 雲母神殿 跟雲母神殿的道理是一樣 雲母神殿當時我們在講說 它雲母神殿地下 地板底下 有一整片的那個很大的一片雲母 總共有兩片 而且是從2000多公里以外的 雲母可以發電的 對 雲母是現在隔絕 那個電導體的一個產物 是 那個核子設備那個 等於緩和核子作用的 中指作用的一個緩衝器 那為什麼古代阿茲特克會有這個 雲母 換句話說 為什麼克里特島這個迷宮 會有這樣的一個牽板 牽在那邊 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 你蓋這樣的房子已經很快了 然後呢 這個房子居然被淹沒 身上所有 剛剛講的 所有的文明都被毀掉了 然後就出現了一個放射實驗室 對 那這個很奇怪的一個地方 那第二個是剛才講說 這個神話裡面 跟我們講說 西納雅典有進了 每人進七對湯南統領 給這隻公牛 這隻怪物吃 可能嗎 在這個地下室裡面的一個房間 又找到一個證據 找什麼 這個房間上面有很多 它其實出土的 大概有5000多塊的那個泥板 那泥板是早期的這種現行文字 有泥板這個東西 對 有這些文字 現行文字 現行文字現在有些可以破解 有些不能破解 它人類早期的那種文字 那這種現行文字裡面 破解的一塊裡面 它寫 真的有寫 不是這個神話 寫說 當時雅典有貢獻 每年貢獻婦女跟童男童女 七 他沒有寫七 但他也說 貢獻婦女跟童男童女 所以針對有貢獻 像現行文字裡面講 在考古證據裡面 發覺很奇怪的是 這一個房間 我說剛才地下室那個房間 像迷宮一樣 有一個房間裡面 發覺了很多具的骨骸 那個骨骸是用刀剁成一塊一塊 肉都已經吃光了 剁成一塊一塊的 後來他們用很精密的一種儀器 去了解 這個骨骸有人也有動物 他們的刀是用同一把刀 因為刀痕是完全一樣 把人跟動物剁開 剁開 然後它身上有一些刮痕 表示把肉刮起來 吃掉了 吃掉了 那剛才講他們是同男童女 不在吃動物也吃人 對 那剛才講說這個神話裡面講的是同男童女 沒有錯這些人被殺的沒有成年人 在做那個測定的時候是八歲到十一歲或十二歲中間 小孩子 小孩子全部都是小孩子 所以說這個表示 在曼西里文明裡面他們以前是高度文明嘛 剛才有葡萄酒有橄欖有什麼 他們不切糧食 所以他們沒有吃人肉的這種必要 對 吃人肉只有一種 他們有吃人肉是什麼 在宗教儀式上 那所以剛才講神話跟這個宗教儀式跟吃人肉啊 跟這個迷宮完全整個結合嘛 所以這個曼西里文明的整個皇宮出土非常漂亮 他現在的柱子還是紅色的 出土的時候還是紅色的 柱子是紅色的 還是紅色的 顏色沒有推掉 顏色沒有推掉 非常漂亮那個皇宮 那整個出土出來 所以現在的人講說 有時候神話你覺得它是一個 一個亂掰的亂凭空想像的一個天馬行空的故事 其實在曼西里文明出來以後 所有的神話包括荷馬史詩 都讓我們講說 都讓我們了解說 它其實可能是真實的存在 那市長會這樣講的話 那地中還是非常奇特 昨天你講的馬爾他島 我有一個地下宮殿 那個地下宮殿有很多的房間 房間面只有男性站在祭壇裡面 我講話所有的房間可以聽到 女生不行 又有這個曼西里的文明 有這樣子一個迷宮 太奇怪了吧 對 所以說地中海也是在這附近 是 那地中海它我們昨天講 哈爾沙烏烈尼 哈爾沙烏烈尼地宮 那個地宮它也是三層 對 這個也是地 剛才講這個皇宮 也是三層 三層到五層 它是那個地下三層 它地下三層可以做到地下12公尺 然後一個神域寺一個房間 第一層那邊有一個房間 一個祭司可以在裡面 對著底下第三層 第三層地下室那邊有38個房間 他透過牆壁 其實有做一個像 像歇下來 那個高鞋的 高鞋的一個幾道 一個幾道通到地下三樓 每一個房間去 沒有人知道那個管道是要做什麼用 不是管子喔 它就是一個凹槽的意思 結果他裡面祭司躲在這個神域寺 講話的時候 透過這個凹槽啊 可以把它的聲音沒有任何失真 全部真真實實的傳到那38個房間 而且最奇怪的是 這個人一定是要攔的 你的講話的聲音傳不過去 一定是要攔的聲 好我們再看到 你現在看到就是 麥希尼文明 這個千年的密室 它是一個迷宮 而這樣的迷宮 你透過現在的還原圖 用3D動畫呈現 那是一個多麼偉大的文明 你看到沒有 將近4000年 它居然有這麼美麗的皇宮 到底誰來興建的 它又怎麼樣子 會突然的被毀滅掉呢 天然你要在戰場上能夠存活 其實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技能 就是你必須要隱蔽 隱蔽也要找一個好的地方躲起來 而且你身上要做好偽裝 讓對方看不到你 而在自然界裡面 這是一個生存的第一技巧 是的 寶傑 我們英文叫做camouflage 就是所謂的迷彩 或是模擬色 你在畫面上看到的 這一隻擬泰章魚 它本來就是最擅長擬泰的 所以它可以改變顏色 輕易融入任何地方 要裝海葵 裝海葵 馬上變色 對 它要裝這裡的這個 珊瑚礁就裝成珊瑚礁 要裝成獅子魚就裝成獅子魚 瞬間變色 所以基本上你要看見很困難 所以你看它在灰色的沙地上面的時候 它顏色就變成灰白相見 如果它不動你真的看不見 所以這個泰太章魚本身已經很厲害了 但畫面上我們接下來要看到的是 泰太章魚螳螂捕蠶 黃雀在後 它本身泰太 你看已經泰到這麼厲害了對不對 但是還有魚跟在它身邊 也就是有另外一隻叫Jallfish 這個厚漢魚的魚也會變的 你看到沒有 小魚跑出來啦 旁邊 對 它本來就跟在它旁邊 然後化身成它的觸手 所以當泰太章魚要捕捉東西的時候 它在偷吃 它就跟著吃這些留下來的殘渣碎屑 它也會變色嗎 它也會變色 它的顏色就是變到跟你一樣 那如果 就章魚變什麼還跟什麼 對 所以如果今天 有敵人要來襲的時候 它會看在不看身面看佛面 也就我要吃你小魚我一定不留情 可是你看到我跟章魚顏色這麼接近的時候 你就不敢靠近章魚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不對 你要打也先打章魚啊 我可以先跑掉嗎 所以尼泰章魚又被尼泰變成在生態圈裡面 存活的另外一個重要方式就是 學著比尼泰章魚還要更會模擬 我覺得也是胡家唯跟在旁邊 是 就是那唯虎作唱那個唱嘛 但接下來 這個動物演化了幾百萬年 就是為了讓你看不出來 寶傑來 這裡面有一隻蠶雛的 這個我看得出來在這邊 對嘛 因為它的腳折起來你還看得見嘛 那這個樹上有一隻扁平蜘蛛 這還勉強看得到 那是因為你偷作弊 你看這個我剛剛看了整個下午 看了一下午看不見 好 那蘭花螳螂這個比較好猜對不對 因為它看起來有點像瓦地裡面的機械 這裡面有一隻貓包蟲 我看不出來 我坦白講我看了一個下午也看不太出來 好像在中間 這一塊凹下去的地方好像是 對對對 在中間 這個地方 對不對 因為它整個 它整個融入到那個顏色 連顏色的一模一樣 你根本看不出來 那蝎魚 這個比較好認 Scopian fish 就是附近的這個 珊瑚礁都這種顏色 它在這邊 胎蛙 越南的胎蛙 就更簡單了 它是在整個青胎裡面 所以它身上長得一般 如果不是因為它有眼睛 你真的看不見 這就是胎蛙 對 它的顏色變得稍稍綠了一點 所以這個很難很難看見 那再來還有鳥類 巴西大鱗鱷 它其實是一種類似鷹類 類似貓頭鷹類 它在樹上的時候 你真的遠看完全看不見 它融在樹枝裡面 對 但你看它眼睛閉起來 所以它如果眼睛張開來 那你才會發現有這樣一隻鳥 那最後這個比較搞笑啦 就有一隻猴子趴在狼犬身上 但因為它身上是黑色 所以你看不見 好 更重要的是 保健機率有沒有看過一部電影 它裡面有講說 雪豹是全世界最難發現的動物 真的假的 因為它在這個高山上面 而且高山 因為那個地方寸草不深 所以你如果是山羊 你在那邊跑來跑去的時候 你不會懷疑這張照片有沒有雪豹 寶貝我來看到 你現在看到那個山羊 可是雪豹你看 慢慢慢慢的來攻擊它 可是它要動你才知道 它如果停在那裡 你根本看不出它在哪裡 是 所以你今天如果是山羊的話 都說你看為什麼我們標題下 在被敵人吃掉前五秒 你在山上走著走著 雪豹一動 你看到它的時候 你只剩下五秒可以活 接下來它就撲過來 你仔細看 它在那邊不動的時候 完全從物種以瓦力為主的 高山照片 發現來不及了 但今天這隻雪豹比較懶一點 所以它沒有撲上去 但它又停下來的時候 如果不是你從頭就一直跟著它 你真的很難發現雪豹 所以雪豹的這個偽裝設施 融合了沙利 灰塵跟石頭 在這樣子的山坡上面 幾乎完全看不見 好 村長 剛剛講到的 很多人把他掩護 隱蔽的時候是保護自己 但是有些魚 他雖然隱蔽眼病 但碰到他以後 非常危險 剛剛我們剛剛學衡講到 很多立宗高手 他可能在深山裡面 可能在深海裡面 可能在沖泥裡面 可是美國最怕的是 他在一個大熱天去海灘玩的時候 立宗殺手就會突見 他在海灘走的時候 突然你會看到有人大叫一聲 然後就會昏倒在這邊 保潔 就是他們在沙灘上 就在美國海邊的沙灘上 有這一個骷顱頭 突然就在沙裡面會出現 你說這個是一個魚 這是一個魚 是一個魚的頭 一個頭 就是在我們平常 在漫步海邊的沙灘這邊 它就在這邊 你看這兩顆大眼睛 然後一個嘴巴 你看起來以為它是一個骷顱頭 其實不是 它的真正的深陣 是這一個叫做斑點心疼 魚沙灘被抓到了 對 魚沙灘 然後它自己 它很喜歡 就是在一般的沙灘裡面 就自己慢慢慢慢的 躲到整個沙灘裡面去 沙灘裡面去 然後看到有魚過來的時候 突然之間突擊 一口 它三口都來魚吃掉了 而且那魚為什麼逃不掉呢 保潔 它不是只有那個嘴巴大而已 它的嘴巴裡面 有十萬伏特的電流 所以當你一咬下去的時候 它有電 有電 那個魚呢 已經被它電昏了 然後就已經被它電死了 因為魚沒有掙扎 所以你會看到 魚就一口吞下去 然後它是在非常淺的海裡面 所以對美國來講 是非常害怕它的 你說人如果踩到 也會不會這樣有解決 人 要咬下去之後 它的下個動作 它從它嘴巴裡面 就有那個電的那個線 生物線 一放到十萬伏特電流 到一瞬間 所以人就會昏倒 魚都會被昏倒 這個叫做斑點心疼 然後幸好呢 它只是在北美那邊 只是在北卡羅來 到紐約州這個小海域 如果它全世界都有這種的話 大概全世界沒有一個人 趕到海邊去玩 所以你會看到說 我們過去的時候以為說 這種東西是藏在深海裡面 結果在美國的前海 就有這樣一個奇怪的東西 而事實上 整個世界的生物的演化呢 有很多時候超乎你的想像 這個呢 是在澳洲南邊的 一個很奇怪的島 叫做熊爵 豪熊爵島 你看它這個島呢 長相就很奇特 而這奇特呢 叫做球金字塔 為什麼 它是一個海底火山 慢慢從海裡面浮上來的 然後看起來就像一個金字塔 然後呢 它的地質就已經很特殊了 然後生物學家去探偵它的時候 竟然發現了一個 叫做樹龍蝦 樹龍蝦 樹上長的龍蝦 然後才發現說 其實呢 它呢 是一種竹節蟲 可是呢 生物學家發現說 它已經崛跡80年了 然後在其他地方都已經滅種了 沒想到竟然在這個 在海底身上的火山裡面 竟然出現了 那為什麼生物學家 對它非常的關心呢 其實保健 你看它叫做樹龍蝦 它很像龍蝦 但是它就是昆蟲一種 因為科學家一直有個說法 過去的時候 海底的生物爬上來的時候 那些節肢動物 像螃蟹啊 像什麼 牠們可能跟蜘蛛就是親戚 然後蝦子呢 可能就跟這些蟲就是親戚